这是这个旅举办的一场特殊的官兵个人荣誉展 大家纷纷晒出自己每次比武考核中取得的证书奖章 道路连班长邵超把入伍四年来取得的62个奖杯荣誉证书摆上展示台 成为现场最受战友们瞩目的焦点 我们入伍史上的第一坦克就是我们的女士 在当时黄岩洞兵工厂的阵迹上 革命前辈们在面对苏北渔己的敌人时 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打退了敌人一次优秀的进攻 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要在比武场上不断克服困难 突破自己的极限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作为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部队 这个旅曾跟随毛主席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41年11月在黄崖洞保卫战中 面对5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寇 官兵们血战八柱叶 创造了敌我伤亡6比1的辉煌战绩 从此铁心跟党涌向前 不畏强敌赶亮剑的战斗精神 融入一茬茬官兵血脉中 不断激励他们在一次次实战转型中 脆火蜕变 改革调整后 这个铝融合爆破 防化 舟桥等多个兵种 组建新型作战保障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新装备列装部队 新战法 新训法的应用 也对官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前不久 驴里组织空中烟幕释放系统首次实弹射击 在缺少技术参数的情况下 营长饶梁金带领20多名党员成立突击队 一头扎进演训场 基本是从零开始 相比于传统的制式发言器材 空中烟幕释放系统 信息化程度更高 战场运用也更灵活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完成实弹射击 还有更多的难题考验等着我们 如何实现快打快撤精准遮蔽 如何发挥空中烟幕释放系统的 最大装备效能 大家反复对不同数量的烟幕弹进行释放 检验了实战条件下各种极限释放效果 并利用雷达 红外热成像等手段 采集武器效能信息 为接下来的训练积累了宝贵经验 听党话 跟党走 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 而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落实到备战打仗实践中 对我们作战保障部队来说 提升战时保障能力 就是提升打赢能力 才会有更多的底气 随着轻型爆破器材 排爆机器人 轻型防化指挥车等 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列装部队 这个旅广泛开展极限练兵比武活动 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成为越来越多官兵的训练追求 武器装备在变 使命任务在变 人员编程也在变 但听党指挥 看起追随的信念意志 永远不能变 面对强敌对手 我们只有把专业技能练到极致 才能够不断适应 未来各种极难显重的作战保障需求 近年来 这个旅多次在工程方程赛 工程骑兵 防化骑兵等 国际国内重大军事比武中摘金夺银 并把在大项任务中 魔力得出的问题经验 运用到日常备战训练中 不断提升战时作战保障水平 行动上的坚定追随 源自于信仰信念的绝不动摇 我们要谨定未来作战需求 始终把维护核心 看起追随的忠诚担当 贯穿部队训练的全过程 努力探索 极限保障 洞中保障 伴随保障的方式方法 加速推进部队战斗的生存